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了《正本听言》的时间 很感谢冯sir,冯sir现在是旅途之中 都会抽时间和我们去做节目,很感恩 现在时间暂时要看冯sir去到哪里有网络 我们才去做,所以请大家万物见怪 但他在今个月底就回到中山 到时我们的节目就会固定 到时就更多时间和冯sir聊天 我们也会作出一些调整的 多谢冯sir 我们今天要说什么呢? 大家看到了,李佳超上任14天 做了很多事情,冯sir 有些人要看法,白头公文 加分你 我很赞赏,例如盧崇茂教授 或者局长 他推出《红黄绿》三个晚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已经很接近内地做的方法 我觉得这个,我跟你在内地生活着 所以很明白,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逃兵去了伦敦的人说 他们不知私隐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 任何的私隐都有一个公众利益的限度 譬如,你是不是因为你的私隐 你就可以有个疫情走去爆发呢? 不可以这样的 你不是说你打了针 你就不会有重症 但是你中招,你惹到别人 令长者或者长期病患者 就是你不相识的去死去 就像今年第五波 死了9200人 接吻9200人 接吻9200人的家庭 仇人慘慘 那这些什么人呢? 这个我绝对同意 其实的时候,我们看到 红马、黄马和绿马 我们内地都经常用的 这个绝对不会侵犯任何私隐 还有对于整个抗疫来说 我自己个人觉得是必行之举 如果没有这个 你真的很难去压止整个疫情的爆发 尤其是我们在录节目的 今天香港已经超过3000单 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惊人的 据问在今个月月底 也去到6000单 我们对于通关的时候 其实真的有很逼切的需要 那奴宠某医生或者奴宠某教授 局长也好 那他去做的事 其实我们真的铭记于心 因为他短短14日里面 做了很多香港市民 期盼上一届政府要做的事 那这届政府做得这么快 其实冯sir 你觉得为什么可以这么健及理及呢? 原因在哪里呢? 我想请教一下你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感谢中英的出售 因为如果不是中英有透过基本法库权 做了港区国安法 和完善选机制度 你想想一下 那批揽插派的人 现在还在庙堂 即是在立法机关搞搞 你怎么推出红黄绿马 你怎么搞前厅会议 特首一去到前厅就已经被人围 你怎么搞这个 我们现在要全城清洁 或者怎么搞这个 要2000个 一个机场儿童 将他们解决他们的上流 贫穷问题 你根本 两年前 2020年 我们疫情的时候 要撥款去救那些零售 各个相反 商业机构 都被现在坐牢的 那些幻必快必 那些攬炒派的人 在阻挡 连抗疫基金 救抗疫援助的钱 他都可以拉布 现在你说有红黄绿马 你死定了 一个绝对是 我自己看到短板 我就和冯长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看到原来上一届政府 就是林郑政府的时候 其实她去做很多事情 都没有跟立法会去沟通 没有跟下面的司局长去沟通 究竟是怎样去做 包括行政会议 真的是在独家村 自己去搞定所有事情 但是 这个是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 上下 没有办法沟通的一个隔队 这个隔队 其实影响到 所有的施政 是林郑一个人说了事 就已经决定了政策如何行 下面所有的同事 她的同事 只不过是接受命令去做事 这个情况 在这一届就完全推翻了 我们看到李家超去做的时候 真是以团队精神去做的 她只是做示范 而且她不是事必攻亲 而是她知道 如何将权力分出去 这样的情况 所以可以令到特区政府 可以做到现在这样的效果 短短14天里面 我们已经觉得是耳目一身 我这个看法 我不知道是否正确 还有当年在梁山政府里面 做新闻统筹的时候 是不是都发觉梁山很想做这件事 但是的时候 就未能做到呢 我绝对是这样的感觉 很简单 也因为真的有了国安法 有了完善的制度 有了宣誓 所以公务员 就被那些黄的公务员 就不敢搞事了 譬如你要推出红黄绿马 那些黄的公务员就会说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像内地 我们是国际城市 我们要跟国际接轨 我们不妨躺平 我们的医疗制度有这么一流 我们放开一点也不怕 为什么你这样呢 他只是跟你说了不好听 拼嘴拼事 都可以拼足你 不要说14天 拼你一个月都可以 你哪可能做到事 现在很明显就是 譬如盧局长 知道已经被委任了 中央确认会被委任了 就立刻就已经跟他们聊天 开始准备做事 也都很明显有盯触他们 新一届政府的意图 就不要透露出去 所以没有人敢涉问 也因为没有了《苹果日报》 有《苹果日报》 他只是洩露出去就死了 梁山当时 至少有5次事件 是洩露到《苹果日报》 所以这就是洩露 我怎么这么愤怒 我对某些AO 我记住 某些AO 所谓的憎恨 我是意愤 我是觉得为香港 以至放大些港 为国家而生气他们 你们不要这样 不要因为憎恨国家 不要因为看不起国家 他们永远有一种就是 文化骄傲 我们是百种人冲出来的 凡是有识 像我和你那样有识 都是得人一等的 那既然我们得人一等 那我们中国 中央政府也是得人一等 既然得人一等 就不要理他了 我们在香港做自己 香港的事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虚假文化 有个心理 便出事了 所以我为什么这么攻击他们 这就是 大家听过邦sir说 有一位局长 是专门涉入《苹果日报》 不过这不值其名 不过还好 这一届他就没有在里面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 整个政府是不同的 我们看到 其实这一届特区政府 还有些朋友有疑惑 就是说 为什么还会有一些 AO的人士在里面 我自己是有少少的观察 我觉得 有些朋友 在里面 先生應該是大概一上任沒有來 為什麼介紹團隊的時候 中央政府委任第六屆的頒子時候 他是特意介紹特首辦主任 以往是沒有這件事的 以往歷屆都不會特別介紹特首辦主任 其實你看到佳超sir是相當信任他 真是當他是一個Chief of Staff 一個參謀長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好的 AO裡面都是好人 很多時候你要大的氛圍做到 以前沒有《國安法》 我們覺得我喜歡食物就食物 我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我喜歡怎樣做 你沒有說我違背什麼 現在《國安法》 很多想做壞心腸的AO都不敢亂來 那些想做好事的AO就會做到事 如果不是人家會壓住你 人家會排擠你 很簡單 當時就是我找個攝影師都做不到 他們是不給你 他們找到辦法阻礙你 現在不是的 現在家超sir終於可以開會也拍到相片 吃愛心飯也拍到相片 我是去拍那個 《見歷史紀錄》那個燈籠也拍到相片 我是感慨萬千的 我也很讚賞的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到 今屆真的是團結壽視力量 看到很多工作 包括特首辦主任 這次的工作 其實是非常吃重的 不是一個閒角 可能我們看到之前陳國基做特首辦主任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閒角 或者是背後的影子 或者是跟中央溝通 僅致於此 但是的時候 今屆的特首辦主任 這個角色 就像剛才馮sir所說的 是真的很特別不同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呢 究竟李家超在玩一盤什麼的棋 我想請問一下 馮sir能否濕入一點 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個人的看法呢 我覺得家超sir現在的做法呢 他是會善用三股的力量 第一股就是當然是紀律部隊 紀律部隊就不只是警察的 譬如說 他找了胡英明先生去做廉政專員 我覺得他是鄧炳強局長 以至到現在應該會升任副局長 那位都是警察 以至到郭蔭樹先生在上屆已經開始做 政府已經委任了他做公務員學院的院長 那這些紀律部隊的力量 我覺得家超sir因為他以前做過保安局局長 所以他是掌握的 這些某程度上是他一些比較信任的一批人 第二就是他在政府裏面 因為他說他跟Carol 二汶娟女士 是合作了十年 那就是說他在十年期間 就是他由副局長到局長到司長 那他也認識一些肯做事的AO 譬如就算現在的財政司副司長王偉麟 他也是一個圓滑的人 他不知道他不做事 他知道有些問題要做 但是以前在一些資深AO的壓制之下 他是不敢太明顯的 因為正正因為他圓滑 那也是他圓滑的 他保存了自己 所以我也理解的 那這些好的AO 在好的氛圍之下 你就可以做到事 那現在有宣誓效忠基本法 也有這個國安法 那大家不會這樣洩密 也不敢再做一些所謂文化優越感 來去影響國家在香港的行為 或者在香港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那第二批力量就是家超sir想運用的 第三批很明顯是一些專業的人士 譬如麥美娟局長 他不是傳統意義的專業人士 但很明顯他對社會組織的工作 基層組織的工作 以至年輕人的工作 他都療餘指掌 變成他這方面的專長可以運用 再加上他有工聯會的一些 一些兄弟姐妹的力量 另外就是 這些專業文書包括孫東局長 孫東局長 他是一個有名的科學家 變成創科局的人 現在叫做創科學工業局 當然有一些AO或者一些資深公務員 想玩東西的話 其實孫東局長是很認識那個行業的 另外就是找林志遠做核數處處處長 很明顯就是他是一個會計師 他也是在40名的選舉委員會裡面 勝出的人裡面 唯一一個會計師 也都是唯一一個會計師參選人 所以大家會看到就是 無論是中央有人可能推薦給家超sir 或者是家超sir選擇也好 我估計在立法會的界別裡面 他們是會牽重在選舉委員會 因為在那裡找到一些專業文書 那裡的補選情況比較少 所以我覺得就是補選的情況簡單很多 所以我覺得家超sir其實是用三股力量 這個絕對是看得出的 還有的時候每個人好像在色徹其衛那樣 我們是希望他100天之後 交出計劃書出來 給大家所有的香港人看到他究竟怎樣做事 尤其是要符合我們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說的四個期望 我們目前所看到其實他做得有條不敏 整體來說是看到整個特區政府 是開行了一個特區 在不斷走的 其實剛才馮sir說了 現在利用了三股力量繼續再做 還有一件事就是我們知道 他找到立法會議員過去在局裡擔任工作的時候 肯定要補選的了 現在還未有一個補選的聲音出來 我不知道鳳Sir會覺得目前的情況來講 是何時可能有一些補選的名額再放出來給大家參選呢 我個人的估計沒有任何天地線 第一,我相信有些政治助理都會有,但不多 但是副局長可能會還在立法會議員出來 以至到嘉超常可能會大膽地去做一些,譬如說處長級 以至於一些法定的委員會都會找一些立法會議員出來 所以變成多數會是由選舉委員會來改變 所以我覺得這個補選的聲音會不快 很多人就只是說副局長 但是我覺得香港其實很多時候是一些法定機構 譬如很簡單,西九文化管理局 大家都知道西九很多辱華的作品 但是管理局的CEO就是錢里奧 就是上屆政府委任了 那其實可不可以改變呢? 我覺得這不是不行的 當然你可能有些合約的條款 但是其實你可以在立法會選擇 這些安排,所以變成現在沒有任何補選的聲音 我猜一個不小心搞就搞,隨時是去到10月 甚至像去年那樣,10月才補選 不奇怪的 以往上屆政府的經驗 大概7月之內應該會有副局長的人選 大概7月之內應該會有副局長的人選 對嗎? 終於遲到8月 這樣就這樣,然後你就會出決 出決的話,可能就在9月左右 你就宣佈出決了 大概有6個禮拜至5個禮拜 即是說可能是10月中或11月就選 然後再延遲一點 可能是12月就像去年那樣的情況 這就是我想對你的問題的回應 我還想說一件事 大家能否留意到 就是公媒加薪的風波 是草莫色色的平息了 能否留意到大家? 有 有 現在沒有了聲氣 究竟為什麼呢? 我這件事我也想問 請教一下,副尚 我沒有去探問任何人 但你會看看 有一位我們都很敬重的警察公會的負責人 他當時說得比較進取 他的說法 大概一兩天之後 他就會跟記者說他沒有補充 他暫時不想再加深這件事 接受訪問 這個呢 也要得益於 得益於真的沒有《蘋果日報》 或者《立場新聞》 或者《眾新聞》這些媒體 為什麼呢? 沒有了他們這些 所以變成了 就不會有一些 專門去破壞性的媒體去挖他 如果你想想一下《蘋果》還在 他一定會跟著那幾位 全天後跟著那幾位 工會的負責人 然後騷擾他 騷擾他的家人 甚至他的小孩 問一下 你爸爸或者你媽媽 是不是最近收到什麼電話 是不是最近的態度轉了 來去暴風捉影 是不是 去含沙射影去做事 但現在沒有了 所以變成了 真的有人要發揮影響力 是會更容易的 我自己覺得 我是贊成鄧小平先生說的 就是 我覺得我不排除 雖然我沒有證據 我也不是想做任何的 一些 或者含沙射影 但是我覺得就是 我懷疑是有關方面 有人有些溫馨提示 給這些工會負責人 就是大局為眾 不要令到新一屆政府 一上場就製造危機 所以大家就叫鼓聲吞了他 這個情況就令我更感激 10年前就是2012年 梁先生上場就有個國家危機 黃之鋒就這樣沒有出來 但是我們那時候 那時候的情況之下 刑格勢禁之下 無論哪方面想做事也好 都很難做得到 可能你平息那個事件 但是呢 現在就行了 所以我會覺得 香港是一國兩制要佈入正軌 而且當然有朝一天 台灣統一 一隊用一國兩制 就是中央政府的國策也是說 這樣呢 中央政府 而至於有關方面 我不說哪些 都應該要發揮這些影響力 如果不然 政局很難放平 因為始終 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利益很紛圍 你需要有一個 比較強而有力的有關方面 去幫忙擺平 嗯 嗯 這個 我覺得 這個 我又想有一點點看法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哪個報告的記者 不要說 但是 所有時候 當時會有一些 比較戲品的言辭 嗯 我覺得 對於一個紀律部隊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接受指令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還有 守護香港 我們 其實看到這次的事件 得以平息 我們覺得是很開心的 因為 是一個大考驗 如果處理得不好 但是 現在有行政會議 一致通過說 加薪2.5% 起碼使得市民不會反感 之後怎樣去做呢 其實要做很多公關的功夫 我自己覺得 這次的處理手法處理得很好 我就很相信 鳳Sir所說的 背後一定有些人士出來做事 什麼人士我們都不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一定有幫忙 但是 這類人怎麼說的呢 就是 我是贊成的 因為香港真的是一個利益分明的社會 你需要有些人做一些溫定提示 幫忙去擺平一些事情 但是正正有這件事 對照我們的前特首林太 花了二千多萬去搞他的辦公室 去搞他的裝修 明顯超過的市場平均 這件事真的會造成 很多公務員 特別是基層公務員 中下層公務員 很氣頂 很氣潔的 我真的覺得 我本來很不想批評林太 除了在政策上 人們走 我也不想去批評他 但是這次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太離譜 其實真的 葉太所說 你就用回 後用特首辦 你那裡是在移民橋橋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入境處大樓 那裡都是政府物業 保安不會差的 人們來探望你 也都覺得很體面 因為他是政府物業 他在商業大廈見你 其實也很奇怪 你想想一下 譬如有一個國家的領事 好像以前 梁先生做很多柬埔寨的事 假設柬埔寨的領事 去找梁先生 他是政府物業 政府物業就是前特首辦公室 現在說前特首辦公室都坐滿了 有些黃人的說法 未必是 只是說林太太不想見到梁先生 所以不想去那裡工作 因為董先生最近都很生病 可能借用他的辦公室 當然 為了尊重不借用也理解 但是 你還是應該用政府物業 為什麼呢 例如剛才說梁先生的例子 一些國家 大家都是國家 他很感謝你 例如林太太 你們幫他發聲 可能幫他做些事 或者去訪問他們 或者幫他籌掃了些錢 去做一些慈善 出來多謝你 哎呀 走過商業大樓 我很奇怪 你是個政府部門來的 當然 我知道 譬如澳洲 甚至好像韓國 他們的領事館 都為了商業大樓 但這可能是香港的特色 但他們是其他國家 在香港 在某程上 他們是記住的 他們沒有必要一定要 建立大樓 但你不是 你是香港的 曾經的市長 你為什麼要在一個商業大樓裡面 就是為了全海警 為了那種虛榮 然後 公務員家生加得少 我真的覺得 林太太為這屆政府 製造了危機 為了他的虛榮 浪了納稀人的血汗錢 我是很不慈 這個我同意 鳳Sir的整個觀感 因為我自己感覺到 今屆政府 比上一屆政府 埋了很多地雷 這是非常危險的 要拆彈 包括公務員家生 剛才鳳Sir也說到 公務員家生 其實如果沒有了 傳媒 你看到沒有可以炒作 這是一個非常重點的位置 我是很認同的 對於林太太的 新的辦公室來說 其實香港01也有拆解到 原來這麼貴 我們才知道 很離譜 你的裝飾用了多少錢 這幾年裡面 其實每年是用1000萬 還不算請人 這件事 我覺得林太太 似乎沒有去為了香港人著想 還有很多事情 我們看到 包括抗疫 其實你看到現在盧寵貿局長可以做到這麼多事情 很明顯的 上一屆政府做不到嗎 其實也是可以做到的 只是你的思維 你是用什麼思維去解決問題而已 如果你是自己一言堂的話 那你就搞得很混亂了 你的專家 其實現在有人也在這裏提到 喂 林太太以前去做 他做不到嗎 他不是做不到的 但是為什麼會一直都處理不到呢 專家又用來有什麼用呢 這次我們看到 見微知著而已 是嗎 鳳Sir 你看到他在他自己的 已經是離任的特首辦裡面 他怎樣去用那些錢呢 因為那些錢 不是他自己拿出來的 而是政府公帑拿出來的 所以的時候 他又可以視乎這樣做 還有剛才鳳Sir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外國大使館其實是商業大下道 我們也知道 除了美國領事館 有些比較小的國家 都是商業大下道裡面 有個領事館 小小的 包括印尼 菲律賓 都是一些比較小的地方 這些領事館是商業大下道去做 但是你作為一個 即是離任的特首 你其實在政府的物業裡面 去繼續做你的 即是離任的特首辦 我覺得是可以的 不需要在商業中心裡面 搞這麼多大花圖 也都幫特區政府省錢的 這是必須的 是嗎 對 比如說印尼、菲律賓、韓國、澳洲 他們不能借用你的政府大樓 這是不合乎的規矩 他們說我想租便宜一點 不如我借用你的英國村塔環 我給你租金 這樣不行 那裏是政府物業 就不能有第二個國家的政府機構 所以他就忠實商業大樓 他也不想花一筆很巨的資 例如美國英國領事館 整個買一塊地來蓋樓 這是理解的 不然香港也真的賺金尺 不需要理解 有200個國家 隨時當有百多個國家 在香港 每人找到地 就算給錢也好 有很多大件事 很多地方買出來都是問題 所以他們不用理解 他們不能用你的政府大樓 但你作為前特首怎麼用呢 理論上十幾萬公園都是你的下屬 你作為前特首用回政府物業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不體面呢 你走出走入的人都會叫他林太 因為你真的是前特首 我現在不在香港 我在香港看到他 我都叫他林太 我不喜歡你的政策 我不喜歡你的施政 但你真的是前特首 我們做事要均均均均均 我沒有理由說 因為我不喜歡你 就亂做事 不會這樣 或者不尊重你 只要是辯論的時候 我就會說 我真的不同意你這個政策 不過你都走了就算了 你都捨任了 但是 你現在反而說 我真的要租商業大樓 花了二千多萬 我們的血汗錢 真是離譜 這個絕對是 我完全同意 因為我們看到 現在的特區政府 令我們很開心 但對比之下 我們真的不知道 上一屆政府 是做了什麼的 插混亂 整個政府 是組織性 非常嚴謹的 這個真的很特別 我自己真的 說真的 在這麼多屆政府裡面 我知道梁山的政府 是特別想做更加多事情的 因為承接新任權 前特首的一個做法 其實 新任權也是沒有做什麼的 只是打了一份工 這個是自己的理念 所以梁山上陣的時候 其實很想承接董建華 我們前特首的 就是董伯伯的一些工作 那這些工作的時候 為什麼做不成呢 唉 不要提了 這些事情 白頭功能話多年 是不是 我們從輿論上 我們很支持 加超政府 希望他做到事情 所以他一百天 大家留意一下 一百天 可能就是他 他沒有說 他還是十月去發布司令報告 一百天可能就是 剛剛就是發布司令報告的時候 所以也因為這樣 我覺得立法會會有補選的話 可能是過司令報告先 有機會 還有有一件事 我覺得他做事 不是有施政 不是一百天後 才拿出整個規劃出來的 而在過程裡面 逐步的 大家看到他的規劃 怎麼做 是不是 我們第二天的節目 可能有很多 資料 我都哭給他們評論 無論做得好不好 譬如很簡單 我們雖然不斷讚賞 現在這個政府 但是包括零一的報道說 有位先生 好像張英先生 他在深圳灣打了手帶 都可以通街走 沒有人理他 打電話沒有人聽 這些 我們作為一個外資深責資設 我們希望勞聰謀局長去處理一下 又或者是需要協同其他部門 就可能是副政務司司長 即是卓兵興先生去幫忙 因為可能這裏已經是其他部門 不只是醫務衛生局 變了可能是保安局 我們在內地的經驗 絕對不會這樣 我和你試試一個不眼確診 就算衛生人員 所謂的大伯不做事 公安都會做事 你不行 你這樣惹到整個關口 整個社會 整個社會出事 我要依法 即是要逮捕你 或者拘留你 因為沒有辦法 如果不然 其他人就會受你的影響 所以香港也可能牽涉到保安局 或者牽涉到運輸局 因為公共交通工具 它坐巴士出來 巴士又沒有這方面的要求 現在真的沒有 因為又不需要看馬 又沒有創科工業局 因為現在的電話 還沒有追蹤功能 現在又可能不做 所以可能要有卓先生 幫助協調 沒有辦法 雖然個案只是一個 但一個案是足以惹到 那位朋友是很好的 他已經主動報道出來 他不是刻意去 即是說 我搞了一個多小時 在關口裡 沒有人理會我 那就走 是吧 你覺得追蹤功能 會不會走呢 在這一刻 我想請問一下 現在好像暫時暫緩 我覺得家超政府 可能不想阻力太大 他們可能對黃人的反彈 還是心存忌憚 但我覺得 應該硬陣一點 狠一點做下去 就是做 就是對表這件事 是吧 因為如果不是你做 那九千多人命怎麼辦 是吧 沒錯 你一定要硬陣一點 我覺得這件事 當然我覺得市民覺得很不滿 包括六位專家 究竟那幾位我們說的專家 都會留在這裏 還有的時候 有一點更加嚴峻的 就是不用退 要走就走 香港市民支持你 不要擔心黃人會對你做什麼 而是這個政策是為大家好的 你如果想左右逢源 應該就比較難 我現在中山也有疫情 幾宗是在三角鎮 我相信鳳Sir也有看過 是吧 我們也要做事 好守規矩 48小時就算 自動自覺去做 你說對生活會不會有影響 有 但是不大 但是你寧願去做 守規矩 而且你看到各個部門 一起合作做一件事 不是單獨的部門去做 所以我相信李家超是可以做的 給點時間給李家超 我覺得這件事是需要的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和大家先聊這麼多 好嗎 好 好 好 多謝大家 我們今天時間 記讚也記談 好不好 什麼 怎麼樣 我們記讚也記談 實事求是 對 我們實事求是 記讚也談 總之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又提醒現屆政府去做 所以大家記得訂閱鳳 Sir的頻道 還有記得小看政本清源 多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